四位台灣民眾一號在新加坡發生車禍 造成一名女性死亡 另外兩女一男輕重傷 送往張儀綜合醫院急救 駐新加坡代表謝發達前往醫院探視後表示 目前三名傷者狀況穩定 目前的狀況 幾位處理的情形都相當的樂觀 那麼其中的兩位 那麼這個意思都非常清楚 那麼另外一位因為剛弄完手術 我還沒有辦法跟他談上話 根據新加坡媒體報導 這期車禍發生在早上七點左右 車禍地點位在往張儀機場方向的 馬林峰景區出口處 車上還有兩位新加坡民眾一死一傷 駐新加坡代表處表示 四位台灣民眾都在新加坡工作 目前已經聯繫上家屬 代表處在家屬抵達新加坡之前 會持續探望傷者 也會盡力協助家屬處理後續事宜 我們現在進入的地方 我們應該接著新加坡如果您就是 新加坡的話 我們應該接著新加坡的火警方